一千零一夜 第二十七夜 夜幕降临 沙克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故事中国王听了基督徒讲完了那个故事后 说了一句 一定要把你们统统绞死 这时 御膳房主使走到国王面前说 国王陛下 请允许我讲一个发生在我看见 驼被人之前一段时间里的故事 如果陛下认定这个故事叫驼被人的故事新奇 就请地下给我们一条生路吧 讲吧 御膳房主使开始讲断指青年的故事 国王陛下 昨天夜里我和众教友一起迎咏古兰经 有许多位伊斯兰教法学家参加 咏经完毕 奉上菜肴 其中有一道名菜 即五香全味肉 颇受客人欢迎 但是有一位青年不吃 我们再三劝他 他立志不吃这道菜 青年说 你们不要劝我吃全味肉了 那道五香全味肉 我平时吃过一次 已经足够了 再也不应吃了 他赢了这么两句诗 朋友不入我的眼 谁也无法阻挡我弃之 吃完饭 我问青年 平安拉起事 小伙子 你为什么不吃五香全味肉这道菜呢 我吃过全味肉 一定要洗手一把二十遍 用减水洗四十遍 用几奥枣 用灶脚水洗四十遍 用肥皂水再洗四十遍 主人吩咐仆人端来青年所说的那几种水 青年方才勉强走到桌前坐下 开始抓是五香肉吃 然而看上去 却仍然显得出于无奈 似乎有些害怕的样子 我感到非常奇怪 发现青年的手在颤抖 没有大拇指 只用四个手指夹肉 我就问 天哪 你怎么没有大拇指 天生如此 还是因为出了什么事 青年说 不仅仅是缺一个大拇指 另一个手也没有大拇指 就连两只脚都没有大拇指了 你们看 说着 青年伸出左手又伸出双脚 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大拇指都不见了 见此情景 我们感到更加奇怪 我说 为什么呢 我们很想知道你的大拇指 为什么都不见了 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洗120遍手 青年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诸位有所不知 家父本是一位富商 是哈里发 哈伦拉西德时代巴格达最大的商人 我父亲平身喜欢黄影 欣赏四弦琴弹奏乐曲 耗弃了大量钱财 所以并未留下什么家产 我为父亲举行了葬礼 永读了古兰经 守丧数天书页 葬礼料理完毕 我打开家父生前的店铺 见那里几乎没有存货 还欠下许多债 我求债主们宽限一些时间 耐心等待一下 与此同时我加紧时间做买卖 我用了好长时间辛苦经营一笔一笔的还债 如此持续了一段时间 方才还清了债 还略有盈余 有一天我正在店里坐着 忽见一位少女牵着骡子 前面有一个奴仆引路 后面有一个奴仆 紧随在市场外面停了下来 那少女一着华丽 首饰华贵 貌美羞花 说真的 我没有见过比她更漂亮的姑娘 姑娘离开罗安进了市场 一仆紧随其后 对女主人说 小姐走吧 一个人也不认识会受骗的 另一个仆人挡住了姑娘 没让她进市场 姑娘抬眼张望店铺时 发现我的店铺最豪华 便朝我的店门走来 奴仆紧紧跟在后面 来到我的店铺 她向我问了安好 说实话 我从未听见比那更甜润 美妙的声音了 姑娘聊开面纱望了我一眼 仅仅这一眼给我送来了万般忧思 使我心荡神痴 我一下便深深的爱上了这位姑娘 我一再望着姑娘的面容 同时迎涌道 蒙面杀的人受你折磨 我倍感舒坦 你慷慨赐予我以力量 我的手掌接近你的指尖 我迎霸 姑娘何迎道 我的心沉浸于爱和 我的心只爱您 眼不见您的美貌 我的心总牵挂着您 我发誓从未忘却这种爱 我的心只恋着您 爱神 赐给我美酒一杯 期待与您共饮 你走到哪里落脚 就把我深深埋藏在那里 只要在墓前呼唤我的名字 我的遗骨定会回答你 主肉问我有何 寄思托 我答爱主也爱您 姑娘迎完诗 便问我 小伙子 你这里有上等好意料吗 我立即回答 小姐 本店小本经营不曾上 不曾进过上等好货 不过请稍后 等大店铺开门后 我就给你去取 接着我和他攀谈起来 我一看见他 就深深的爱上了他 市场上的店铺都开了门 我到别的店铺 给小姐拿来许多好货色 总值达5000敌尔汉 我把那些东西递给仆人 仆人拿去 然后牵来骡子 小姐坐上 骡被离去了 连自己从哪来都没说 我也羞于开口问他 那些货款 全记在了我的账上 我一次欠下了5000敌尔汉的债 我回到家里深深陶醉在对那位姑娘的爱慕之中 家人给我端来饭菜 我一口也没吃 没想到那个姑娘的美貌 我就失去了胃口 我想睡觉 但睡不着 这样的情况延续了一个礼拜 商人们找我讨账 我要求他们宽限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过去 那位姑娘来了 牵着骡子 跟着一个仆人 两个奴隶 姑娘向我问好 说先生对不起 这么晚才给你送布料钱 请让伙计来收钱吧 我的伙计走来 姑娘的仆人把钱递给了我的伙计 我开始和姑娘交谈起来 一直谈到市场上的店铺 相继开张营业 姑娘还要把我拿给她 还要我拿给她很多上等布料 我就给她取来她所要的东西 仍然由我去收 奴婆帮她把东西拿上 连价钱都没有问 转身 骑上骡子就离去了 姑娘离去之后 我感到一阵懊悔 因为我给她拿了一万敌尔汉的东西 为她而欠下了这么一笔债 姑娘的身影远去之后 我心想这叫什么情谊 她刚刚还了上次欠的五千敌尔汉 这次又拿去了一万敌尔汉的货 我真担心会破产 害怕把别人的钱白白送掉 因为商人们只认识我不认识她 说不定这个女人在利用她的美貌骗人 认为我年龄小 有意戏耍我存心坑害我 我也太傻了 怎么连她的住址也没有问呢 我心里一直在嘀咕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姑娘人们有还账 我心慌了 商人们前来讨账 因我没有钱只得变卖家产偿还 一时面临绝境 有一天我正坐着沉思时 偶尔一抬头 见姑娘骑着骡子来了 看见姑娘 我一时神魂颠倒 忘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 她离安后和我说话 声音那样甜美 她对我说 拿等着来吧 撑银子吧 她不但把欠款还上 另外还多给了我一些银子 她和我交谈起来 我高兴的要死 姑娘问我 你有欺世吗 我回答说没有 我一个女人也不认识 我刚说完就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呢 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顺手给了仆人一些钱 并求她从中说情 仆人笑了 对我说 我们的小姐很爱你 她爱你比你爱她还爱得深呢 她并不需要什么布匹 只是想来看看你 你有什么话 只管对小姐说就是了 她不会不同意的 我给仆人钱 姑娘看见了 我转身回来坐下对姑娘说 请宽恕你的仆人 允许她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随后我把心里话照直 给姑娘说了 她很高兴答应了我 她说 这个仆人会给你送信的 你就照仆人说的办吧 姑娘站起来 转身离去 我急忙去给商人送钱 他们都赚了钱 唯独我一无所得 姑娘走后 消息一事中断 我的心中甚是不安 夜不成眠 食不甘味 过了没有几天 姑娘的仆人果然来了 我热情的招待她 向她询问姑娘的情况 仆人告诉我 小姐生病了 请罢小姐的情况告诉我吧 我急于了解她的身世 仆人说 我们小姐是哈里发 哈伦拉西德的王后 王后祖辈戴 抚养大的 成了王后的宫女 小姐向王后提出 希望独自出入王宫 王后欣然允许 从此她开始独自行动 终于当上了王后的总管 她向王后谈到你 求王后允许把她许配给你 王后说 我要见见这个小伙子 才能决定 如果她和你般配 我就把她许配给你 我们现在就想把你带到宫中 你进了宫 若无人苦察觉 你就同小姐结为鸳鸯 如若事情暴露 恐怕你的性命难保 你看如何 好吧 我跟你去 你所说的是 我能忍耐 仆人叮嘱我 今天夜幕降临时 你就到祖辈戴王后 见在底格里斯河畔的 那座清真寺曲 在那里做礼拜 并在那里过夜 我一定照办 黄昏时分 我暗时到了清真寺 在那里做礼拜 度过了一夜 次日黎明 只见几个人 驾着小船来了 带着几口空箱子 放在清真寺里 一个仆人先离去 另一个仆人在那里 等了片刻 我仔细一看 她正是我与姑娘之间的联系人 一个时辰之后 那位姑娘来了 我连忙走上前去迎接 我拥抱她 亲吻她 我还哭了 说了一会话 她迅速把我装住一口箱子 锁好 连同其余几口箱子 一起装上船 向着祖杯带的王宫划去 我深藏在木箱里 自敢凶极难断 心想这一下子可要丢命了 想到这里 不禁泪水滚滚下落 暗自喜求安拉护佑 船划至宫下 太监令公仆们 把木箱抬进宫去 仆人们抬着木箱进门时 门尾却要打开箱子检查 大声喊道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大太监忙回答 这里装的全是王后的衣物 门尾头领说 把箱子全部打开 我要检查一下 大太监一惊 问道 连王后的衣箱也要检查 赶快打开 不要耽搁时间 门尾立刻走到我藏身的那口箱子的灯前 真要动手打开箱盖了 这时我被吓得魂不覆体 只觉得连喘气都困难 心想必死无疑了 只能求安拉忽悠我平安 就在这时 大太监力声喝倒 这箱子里装的全是王后的华衣和细软 价值连城 事件罕见 倘若坏了李德的东西 不仅我要倒霉 恐怕连你也难逃罪责 这里装的是锦断丝绸 还有香水 如若打碎瓶子弄脏了衣料 你担当的起吗 既然这样 你们就赶紧抬走吧 公仆们抬起箱子 大摇大摆的进了宫门 他们刚刚进了宫门 忽然有人说 不好了 哈里发来了 我一听哈里发 哈伦拉西德来了 不知如何是好 心想无能为力 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拉 我这是自找最受 我在箱子里听哈里发 哈伦拉西德问 这几口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大太监从容一拿到 全是祖辈代王后的衣室 哈里发说 什么衣室 打开让我看一看 听哈里发这样一说 我吓得几乎晕死过去 我心想 我的末日来了 倘若我能混过这一关 无疑将于我 那位心上人皆为鸳鸯 可是万一被人发现 我的脑袋与身子 就非分家不可了 我听大大监又说 里面装的全是王后的 华府警示 王后是不准别人看的 这时哈里发却说 世上还有不许我看的东西 把箱子搬过来 我自知非死不可了 一时投影目眩 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了 宫仆们不敢违抗 只得老老实实的 一个一个把箱子打开来 给哈里发看 发现里面装的果然是 王后的衣室 当他们打开 我藏身的箱子 是大太监走上前去 说陛下 这口箱子里装的是 规方用品 当着祖辈带 王后的面子 才好打开 听大太监这样一说 哈里发没有再说什么 才挥手 让公仆把木箱 抬了进去 公仆们把箱子 全抬进大厅 当大太监打开我藏身的那股木箱 把我从箱子里拉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神魂出鞘 口干射到口 周身冷汗 几乎咽咽一吸了 大太监对我说 实在 现在太平无事了 你只管放心就是了 你在这里 等着祖辈带王后吧 也许 这就是你的福分 我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 只见十位宫女 排成两行走来 各个苏兄高耸 人人亭亭予利 貌美绝论 由于衣冠华贵 手势沉重 王后祖辈带几乎走不动路 王后走来 宫女们分散开来 站在王后四周 同时向王后行稳定 王后示意我坐下 我坐在王后的面前 王后问我的身世门第 我一一作答 王后非常高兴的说 平安拉起事 我们对这个宫女的 抚养教育没有白费 王后对我说 你要知道 这丫头在我们这里 就像一个能干的男子汉 很出色 是安拉赐予我们的宝贝 我立即向王后行稳地理 王后问我的身世 我如实相告 王后愿意让我 与那位姑娘结为鸳鸯 并安排我们 在她那里住了十天 我在那里留住的日子里 宫女们 按时给我送来 午饭和晚饭 照顾得十分周到 十天过后 祖辈带王后 请求哈里发 哈伦拉西德 允许我与那位姑娘结亲 哈里发欣然允知 并赏赐一万地儿汉 做嫁妆 王后派人请来 法官和证人写旧婚书之后 宫中准备了精美礼品 分发给树家 一连热恼十天 二十天后 举行盛大婚礼 宫中大阪宴席 菜肴丰富 其中就有五香全味肉 而且肉里夹糖外加 玫瑰色香香水 此外还有多种红烧鸡色香味 君丽人赞叹不已 平安拉起事 菜肴刚刚摆好 我伸手抓起五香全味肉 吃了个祖宝 然后擦了擦 忘记了洗手便坐了下来 夜幕降临 点燃起蜡烛 一片通明 歌女们打击打铃骨 弹琴吹笛 边歌边舞 整个王宫沉浸在快乐的海洋里 人们抬着新娘 变洒金花 绕新公园 最后将新娘送入洞房 卸去婚纱 人们散去之后 新娘新郎入洞房 洞房立志 剩下新郎新娘 我便上床抱住新娘 不欺 一挨她她就嗅到我手上有五香全味肉的气吻 灯湿一声大喊 宫女们一起冲进洞房 我惊呆了 我周身颤抖 不晓得究竟出了什么事 宫女们问 姐姐怎么了 我的新娘呢 说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 我还认为她是个明白势力的人呢 我疯在了哪里呢 我惊问 你这个疯子 你吃过全味肉 为什么不洗手 这能缺少智慧的丑行为 我岂能容忍 说吧 她拿起鞭子朝我的背和屁股上 猛抽狠打 只打得我昏迷过去 不省人事 后来新娘子对宫女们说 把她送到本城执政官那里去 将她那只手抓全味肉 而没洗的手剁掉 听新娘子一说 这样一说 我说无能为力 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拉 就因为抓了全味肉 而没洗手 就要把我的手剁掉吗 宫女对娘子说 姐姐这一次你就别责怪她了 平安拉起 我一定要剁掉她手脚上的什么东西 姑娘说吧 离去了 正在一天起 我的妻子一连十天没有跟我见面 十天过去 我的妻子来到我的面前说 黑面鬼 我不能原谅你 你这个没出息的 你怎么能够抓过全味肉 而不洗手呢 妻子随即换来 宫女把我捆绑起来 拿了快刀 将我的双手和双脚的大拇指 全部剁去 我当时疼得晕了过去 之后 他们给我撒上药粉 血方足指 我心想 今生即使我再也不吃 五香全味肉 除非洗过一百二十遍 手就减水洗四十遍 又造脚水洗四十遍 再用肥皂水洗四十遍 我为自己定了个约法三章 如果事后不洗一百二十遍 手就绝不吃 五香全味肉 自那时起 我再也没有忘记过 吃全味肉后 要洗手一百二十遍 因此当你们端来全味 五香全味肉时 我一时心慌意乱 不知该如何是好 其原因就在这里 我就是这样 失去大拇指的 当你们再三劝武时 我说我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誓言 我和在场的人 都问断指青年 后来你怎么样了呢 后来我对妻子 立过洗手的誓言 她的心情渐渐好起来 与我上床 共振 同眠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 过了些日子 妻子告诉我 住在哈里发的王宫里 我们生活的很不自由 除你之外 还没有外人来时 你是在祖辈王后的 特别关照下 才进到宫来的 妻子觉得在宫里生活不自由 便给了我五万第二汉 对我说 你拿上这些钱 到外面为我们 买一座宽敞的屋子吧 我离开王宫 购买了一座漂亮的房子 把妻子积存的财 钱财 布匹 珍宝 古玩等 都搬到了我新买的房子里去 我们吃完饭 离开那里 回到家中 就发生了驼背人的事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国王说 这个故事并不比驼背人的故事 兴起 更不比上前一个故事 我一定要把你们统统嚼死 这时 犹太医生走上前来 行过稳地里 说 大王陛下 我讲个故事 定比驼背人的故事生动 国王说 讲吧 犹太医生开始讲 祸福相依的故事 国王陛下 我年轻时 在大马士革听到一个故事 那才叫离奇呢 当时我在那里学了一门手艺 然后就在那里工作了 有一天 我正在埋头工作室 大马士革总督 官邸的一个仆人来请我 为一个青年看病 我进到总督官邸 进入厅堂 见堂中放着一只香精白玉床 上面躺着一个病人 就是那位青年 其貌之俊 世间罕见 我坐在病人的头前 为他祈祷康复 他用眼神向我道歉 道歉 我说先生 请把手伸出来 他伸出左手 我感到惊疑 我心想 真怪啊 这小伙子财貌出纵 又是大家公子 为何如此不懂礼貌 怪哉怪哉 我给他切了麦 开了方子 此后一连十日 数次出入公馆 终于治好了他的病 到澡堂洗了澡 主人因此送给我一身警袍 并让我当上了大马士革医院的主事 有一次我和那位青年去浴室 浴池洗澡 是老板为我们俩安排了一个单间 我们脱下衣服 老板送来浴衣 将我们的衣服拿去放好 这时我发现那位青年的右手 其万段下 觉得很是纳闷 而且被他感到难过 我再细看他的身上 发现伤痕处处 心中更加迷惑不解 那位青年望着我说 大夫啊 你不要感到奇怪 我们出了澡堂 我把我的情况讲给你听 我们洗完澡回到家中吃过饭 休息了一会儿 他对我说 你想听我谈谈吗 好吧 我表示愿意 那位青年吩咐仆人将床撤掉 又令他们将烤羊端上水果 仆人们一一照办 羊肉水果端上来 我们开始吃 只见他伸出左手抓肉拿水果吃 我问 先生就请把你的身世讲给我听听吧 这位青年开始这样 享受自己的身世经历 大夫阁下听我慢慢讲来 我本是摩苏尔人 我祖父已经去世留下十个儿子 我父亲排行老大 十个儿子 相继长大成人 先后结婚成家立业 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其余九位叔父 均膝下无子 我渐渐长大 叔叔们都非常喜欢我 我长大成人后 有一天我跟着父亲去亲征寺 那是礼拜五 我们参加了聚礼 人们相继离去后 父亲和叔父们一起谈起 去各地的见闻 当我父亲和叔叔们谈到 埃及时 一位叔父说 去过埃及人都说 天下没有比埃及和尼洛河 更好的地方了 有失为政 这里插了一个评注 是说句礼 句礼就是聚集的聚 礼貌的礼 伊斯兰教规定了 天命拜公之一 通应主麻 就是一般的是 意为主麻 伊斯兰教规定 穆斯林在每星期五 午后 午后 祥礼时间内 需聚集存 聚集到当地最大的 清真寺内举行集体礼拜 这是每周 星期五之后 有一个集体的大礼拜 所以叫聚礼 他继续 应勇到 看在安拉的面上 请你对尼洛河讲 恋人的水 并没有洗掉我的病样 换生我的心 你知道了多少时辰 能忍耐吧 忍耐是美德 此话不用张扬 之后 他们开始争相 描述埃及和尼洛河的风光来 我听他们讲 那种 会声会射的谈论 我的心便迷上了 埃及和尼洛河 神魂深深向往那里 之后 他们 我们才各自回家 那一夜 因为我的脑海 被埃及和尼洛河 所占据一夜未曾合眼 因为想去埃及 我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过了几天 叔叔们打算去埃及 我哭叫着要求父亲 准许我和他们一同前往 父亲答应了 便为我准备了一些货物 让我跟着他们去 临行时 父亲对叔叔们说 你们不要让他去埃及 把他留在大马士哥 让他在那里卖货就行了 我们出发了 我告别了父亲 离开摩苏尔城 我们一直行抵阿勒伯 阿勒伯 在那里住了几天之后 到了大马士哥 大马士哥是座绿色花园 那里林木繁茂 河渠纵横 飞鸟成群 花莓果仙 真是个好地方 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天堂 我们住在客栈里 叔叔们在那里又买又卖 还把我带去的货全卖了 一本获得武力 我心中不升高兴 之后 叔叔们把我留在大马士哥 他们动身去埃及了 叔叔们走后 我在大马士哥租了一间房子 其建筑是精美 难以言表 而月租金 仅仅两个迪纳尔金币 我开始尽兴吃喝 直至把身上的钱花光 有一天我正在门前坐着 呼见一位姑娘朝我走来 那位姑娘 一是华美 为我前卫所见 闻所未闻 我想请她进门 但却说不出口 可是她却进了门 这使我感到高兴 随后关上了门 我撩开她的面纱 发现其面容娇好 美如圆月 天生丽质 风姿俱着 我一眼看上去 就打心意 深深爱上她 烧情 我端来一桌美味佳药 还有水果摆上座位 我俩边吃边玩 然后边喝边谈 直到喝得双双鸣鸣大醉 我与她同整共勉 度过了一个极为快活的夜晚 一觉醒来 已是东方大量 四日清晨起来 她要走时 我给她十个迪纳尔金币 她却发誓不要 她对我说 亲爱的等着我 三天之后的日落时分 我会来看你的 这十个金币 你留着用吧 她还给了我十个迪纳 然后告别我儿去 把我的魂也给带走了 三天过后 姑娘暗时来了 深着绣花衣 首饰比上次更贵重 她到来之前 我已经做好准备 她一进来 我们两边坐下来吃喝 第二天早晨 她又给了我十个迪纳 如此三日一趟 又来了两次 服装一次比一次 华丽 首饰一次比一次精美 此后 每每按时而来 从未向我要过钱 一次姑娘问我 先生你看我美吗 我回答 平安拉起誓 你太美了 你准许我带来一个 比我的容颜更漂亮 年纪比我更小的少女来 以便和我们一道玩 一起笑吗 因为那个小姑娘 苦苦要求我 把她带来 想和我们一起玩玩笑笑 之后 女子给了我 二十个金币纳 并且说 给那小姑娘 加装床吧 说完告别我 转身离去 第四天 我照例做好一些准备 黄昏日落之后 女子果然带来 一个少女 那小姑娘摘下面纱 露出满月般的面貌 嚼食让人欢喜 两位姑娘进了门 坐下来 我感到高兴 随手点着蜡烛 热烈欢迎她们的到来 两位姑娘脱下外衣 新姑娘露出了满月般的笑容 我确实没有见过 比她的面容更俊美的女子 我端来吃的 我们一道饮酒笑谈 我不时轻微 能够新来的小姑娘 给她珍满酒杯 和她对饮干杯 第一位姑娘心生妒忌之情 说道 先生 这小姑娘是不是比我更漂亮 平安拉起 是的 我随口下意识的打倒 我想让你与她同枕共勉 我完全愿意 随即我们补好床 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清晨 我发现自己的手上 沾上了血迹 心中一惊 我睁开眼一看 只见太阳已经高高声晴 当我叫醒 那个小姑娘 去见她的头已经搭到了 搭了到了胸前 我发现她的身子冰冷 已经死去了 我立即意识到 这是第一个姑娘 应出于嫉妒心 而杀害了小姑娘 我思考了一会儿 站起身来脱掉衣服 在房地上挖了个坑 将少女尸体掩埋 盖上土 把大理石板恢复原状 然后把屋的地面 整得和原来一样 我穿好衣服 带上剩余的钱 去见了房东 交了房租 并且说我要去埃及 找我的叔叔去了 我动身去埃及 不久到达米斯尔城 到了那里 见到了叔叔们 发现他们已经 把带去的货卖光了 他们问我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对他们说 我很想念你们 害怕我的钱全部花光 我在他们那里 住了一年时间 游便埃及宝赏 尼罗河谷 美丽风光 全是花我自己的钱吃喝 叔叔们快起城时 我悄悄离开了他们 他们见不到我的面 猜测说 也许他先回大马士革去了 我离开他们 又在米斯尔城 住了三年时间 而大马士革 那座房子没有退 总是把租金 按时寄给房东 这样一来 身上只剩下 够交一年房租的钱 所以感到新环 再也住不下去了 于是 启程返回大马士革 回到大马士革 我仍住在原来那间房子 房东对我表示欢迎 走进房间 我把少女的血迹擦进 随后拿起枕头 发现枕头下面有条项链 那正是少女生前 戴着脖子上的那条项链 我拿起项链仔细观看 不觉泪水 蹭蹭下落 我在屋子里待了两天 第三天 我到浴池洗澡更衣 这时我发现身上 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一天我来到市场 魔鬼便唆使我 执行天命的安排 于是我便带着那条项链 向市场走去 把项链交给经纪人 经纪人站起来 接过项链 让我在他身边坐下 开始之后 经纪人拿着项链 说了几句我不明白的暗语 转眼之间 那条项链的价格一路攀升 很快升到两千迪纳尔金币 旋即经纪人走到我的面前 对我说 这条项链是同质的 欧洲人的制作手艺 现在有人给价 一千迪纳尔金币 可以卖 我说我本来是为一个女人做的 想耍笑她一下 我妻子将她继承过来 我就想把她卖掉了 经纪人很高兴 从中赚到一千迪纳尔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萨赫扎德 戛然直升 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